嘟拉一致故事 嘟拉借玩具 嘟拉只有洋娃娃这一个布玩具 可是她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跑跳 嘟拉早就玩腻了 一直想换个新玩具 这天妈妈带着她去小男孩家做客 嘟拉看见小男孩正在玩一个非常漂亮的遥控小汽车 只要轻轻按下按钮 小汽车就呜呜地跑起来了 嘟拉从来没玩过这么新奇的玩具 想都没想就走上前 拿起小汽车立马藏在怀里 快速跑回妈妈身边 妈妈妈妈我们快回家吧 快回家吧 妈妈不明所以正准备开口 只见小男孩大哭着跑过来 指着嘟拉 你是小偷你是小偷 偷了我的小汽车 我不是小偷 不是 独拉 不可以这样 就是她拿走了 我看见了 独拉 你告诉妈妈 到底有没有拿呢 给你 小气鬼 独拉把小汽车扔给小男孩 生气地拖着妈妈回家去了 独拉 你刚刚那样做可不对哦 妈妈 我只是想玩玩具 你想玩玩具 不能抢 更不能藏起来 要经过别人的允许才可以玩 玩后还要向别人表示感谢 如果别人不同意 我们就等下次再玩 但是 不可以将小朋友推倒在地 或者说一些气话 这样会伤害到人家的 妈妈 我知道了 下次我会好好说话 不欺负人 周末 独拉再次来到小男孩家 她主动找到小男孩 对不起 上次是我不好 不应该拿走玩具 还推倒了你 请你原谅我 没关系 我原谅你 那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 好呀 好呀 就这样 杜拉和小男孩 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